可是我跟他不是朋友耶 喔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有點巧耶 很甜蜜耶 你知道我老公嗎 我老公的人親切 他人就是這樣子親切啦 就是親切到他 其實也只有去麵攤 跟你買過一次麵 他回來就跟我講說 那是我的朋友 對 然後我就 好 我說 這樣子 沒關係啦 也算是認識的 我說 對 很尷尬 我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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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馬 然後我們就覺得 旁邊的人一定 一定就會覺得說 我到底在拍什麼關係 對 真的 對 我這個新人在幹什麼東西 對 然後就這麼默默的 然後我就打電話 我就說打回台灣 我就說 你在幹什麼東西 你亂七八糟 你在整我是不是 我就說 是喔 你真的去問了喔 我只想 你真的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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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今天講有一句話 是 萌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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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有這個狀況嗎 沒有這個狀況 就是我老公呢 之前我爸呢 他就在宴請他的就是 來的客人 一個貴賓 真的是貴賓 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喔 那時候呢 要帶他去吃那個米其林餐廳 然後呢 那時候他就推薦了一個餐廳 我老公就說 那間剛好 那老闆我認識很熟 他說 爸爸你放心 我來處理這樣 然後講的就是很照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講說 那老公這麼照 那就交給他處理 然後我爸那時候開幾個條件 跟他講說呢 因為人家是有點公眾人物 商界公眾人物 一定要包廂 不能被人家拍到幹嘛 什麼什麼的 然後呢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那天他生日 要幫他慶生 所以要幫他準備蛋糕啊 什麼什麼這樣 到了門口之後呢 什麼包廂 還沒位子咧 進去的時候呢 在外面呢 就在那邊等 還對 他說不好意思 你們是什麼定位這樣 他說那是有這個定位 沒錯 但是前面的客人就是還沒有走 所以你們等一下在外面等一下 我爸想說 我不是包廂嗎 為什麼還要等 他說不好意思 沒有訂包廂耶 就是沒有特別訂包廂 就是外面的位置 而且包廂今天也已經有人 沒辦法給你 我老爸這時候已經是你知道 臉一層了 對 然後那沒有包廂就算了 然後進去之後呢 就吃吃吃吃 然後最後想說那蛋糕來了 蛋糕總要體面一點吧 你們知道餐廳有一種小蛋糕 上面寫 Happy Birthday那種 有 插一根小蠟燭的那種 你知道小小的 然後呢就這樣出來 然後我爸 好這就算了 然後就後來呢 我爸去結帳的時候呢 想說有個傻比斯什麼的吧 沒有打折就算了 剛剛來一杯咖啡也跟他收錢 來一杯茶也跟他收錢 就什麼都跟他收錢這樣 然後也沒有打折 什麼都沒有 我老爸那天覺得他 丟臉到爆 對 劈頭把我罵了一頓之後 我就打電話給我老公 你到底是什麼跟那個老闆說的 然後呢他就說什麼 我說交代啊 我說那你怎麼交代啊 他說因為我跟他就是 平常不是這樣聯絡 我們都是叫那個下面那個 就是助理啊 還有那個就是公司同事去聯繫 因為他說他平常不會這樣子 直接跟他講 所以我就把 你把他要的需求 我就跟那個助理講 請他再去跟他的助理講啊 然後請他去安排 然後我想說 所以搞半天 你就是沒有跟那個老闆 通到電話啊 你就是請助理去就是聯繫 對 太放棄了 那你從頭到來幹嘛 因為你跟我說 你跟那個老闆很熟啊 然後就覺得害我爸很丟臉 然後害我就是 但是也很尷尬 覺得很對不起我爸 所以我覺得男人呢 就是很喜歡說誰都是他朋友 對 這一點真的很要不得真的 要出血啦 親切 可是我覺得這不能怪我 因為有時候我們 把人家當朋友 但只是人家沒把我們當朋友 那熱臉貼人屁股嗎 我覺得你是我朋友 但你不覺得啊 那我真的是把牽連我們都受累啊 很慘耶對不對 很丟臉 我們整齊患絕情 對不對 之前也是啊 有一次被咪咪罵慘 但是有一次 也是上了節目之後 就跟一個牙醫就認識 牙醫 對 他就一直會聊天 我們就聊天 哈拉54353 他也是說 你那個有需要的話 可以來找他這樣 在東區這樣 我說好 那時候我老婆那個 前面的牙齒很痛 結果他就看了其他肩牙醫 他說可能要直牙 他說可是直牙很貴 他說挖在我身上 我有一個朋友 在東區 專門做那個 他說一定可以給你招待 而且我就問了他說 來來來來來 他在寫說來我這兒這樣 做一做以後 因為做了兩顆 做完一顆顆要先休息一下 因為感覺好像很累 他就坐在旁邊等一下 然後我就等我老婆 就在那時候 那個護士就進來了 他說請問是那個 朱仙朱太陽 對 這個帳單你看一下 帳單 那時候我就稍微 心裡有人沉了一下 然後我想說應該沒關係吧 應該只是一個工本費 材料費或什麼 應該要不然就打個折嘛 對 結果一看以後 我就倒抽一顆 因為那個咪咪在那邊 另外一間問是兩顆八萬 然後我看到是 而且沒有任何 就是總金額就是十萬 我還在找說有沒有什麼 打折 那個miss price 然後折扣或什麼的 完全沒有 然後我就 然後就 然後咪咪就問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你看一下 咪咪就尖叫起來 那怎麼 他尖叫還是漏風 對 然後他本來最好笑是 不要做了 不要做 如果你不能不要做了 你這邊牙齒露一個洞 你怎麼這樣 我這樣怎麼出來 連出去都不能出去 會不會笑 然後他說好了 我叫他來 然後我就跑去 叫他寄牌以後 他進來後就說 怎麼樣弄得還好嗎 陳洞醫生等一下再弄完 第二根很快很快很快 我說那個價錢 對啦 我跟你講 對啊 我們這邊真的用的是最好的材料 所以你放心 材料一定用最好的 那護士對不對 好 就這樣了 就這樣 好 我還要忙 然後就 走了 就走了 然後我們兩個在那邊互相對看 那怎麼辦 那問題是他在對看的時候 他還可以 我看他還說 缺可以啊 現在已經放你了 我真的還是把那顆 補起來 然後一邊補的時候 我就拿卡刷 然後重點他還要跟我講 刷卡要加3% 真的假的 所以從此以後 我只好自己出那一筆錢 本來是咪咪要出的 後來就說 好啦 我幫你付 要不然的話一定被念不完 所以有時候是 我們把人家當朋友 但人家真的把我們真心 真的當朋友 真心快 真的很快 而且因為老公講得 真的信誓旦旦旦 你就覺得老公好神喔 對啊 可是老公這種很愛自誇 自擂啦 又愛批評 又愛那個 叫我們做東做西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真的聽到不想聽 黃醫生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交交老公 耳篩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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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還是 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男人 就中年危機 就是自信心的低落 開始覺得自己存在感 所以開始要出一張嘴 叫人家做事 顯示我還有一點地位 或者是開始講當年有 讓人家覺得說 我這個人還是 以前有很輝煌的過去 所以既然是預防勝於這樣 我們就在 在比較合適的時機點 在一些人 你覺得比較安全的人面前 你就好好稱讚他一下 把那些當年有什麼 通通都講一遍 然後反正這些人 大家都心照不去 像今天這些人 都反正都知道 對不對 眼睛眨一眨 我現在在幫他打預防針 免得下次再不適合的人面前 吹牛 這樣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常常讓我們這個男人 在中年的時候 覺得說至少家裡有一個人 還滿了解我過去的歷史 也滿尊重我的 他就不會在不適當的時機 吹一些不該吹的牛 所以這樣講起來 男生也是在討拍就對了 對 好啦 而且這樣講也OK 就中年危機 中年危機 對 中年危機 六塊肌很美 你不想上你的粉絲團 之前很像老婆的粉絲團 這時候就給他們 多一點的愛好不好 OK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視頻長 媽媽好 小燕姐 歡迎收看 大家拜拜 各位親愛的朋友 聽清楚這句話 不要再誤會了 高脂飲食其實比低脂更健康 真的還假的 不能 這個態度好厲害喔 不能喊得這麼大聲 這樣會造成誤會 不過舉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過去我們常常都說 要喝低脂奶粉 低脂牛奶對不對 對 因為高脂 脂肪量太多 對 可是後來好多的研究 就真的長期追蹤 譬如說你要減肥 那麼你喝高脂奶 這個牛奶 就一般的像小孩的一般的牛奶 其實它的效果 會比喝低脂的還要好 然後大人也是一樣 他們就像之前有一個期刊 他研究15年 發現喝全脂奶的人 他竟然他的這個 糖尿病的風險 還比那個喝低脂奶的人 還要更低 那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譬如說有一種解釋是說 因為譬如喝高脂的奶 那我的肚子裡面會有飽足感 結果就反而後面吃的東西就變少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 那你喝低脂的就很餓 所以就吃很多這樣 那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因為你如果吃一些脂肪的食物 就譬如說吃一些比較油的食物 那相對就擠壓了 你吃那個澱粉 尤其精緻澱粉的食物的量 那我們現在在講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這些肥胖 或者是跟這個糖尿病等等 這些疾病的風靈 有的時候都跟這些精緻澱粉有關 所以從我們現在看的這個脂肪 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壞 前陣子加拿大有一個研究 它也是橫跨了7.4年 就看了很久 然後發現這個 他們在評估他們心血管疾病 跟死亡的相關性 就發現反而是那些 不太在乎吃有不有的人 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送攻擊率還下降20%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們真的不是只有看單一的食物 說就是脂肪我們要減少 如果是糖分要減少 或什麼要減少 其實我們要整體一起來看 看我們飲食 健康的飲食裡面的比例 各項纖維 澱粉質 還有脂肪量的一個比例 可能還比單一的成分的量減少 還更重要 了解 ен面對比例 要減少 也應該跟我們摛少 到大後